嗨,大家好,我是May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最近在家裡的時間多了 很多人想要在家裡鍛鍊下肢強化肌力 卻擔心說不正確的動作 會不會導致在家裡受傷的風險呢? 所以今天的影片主要是為了剛接觸健身的你 好好的來跟大家介紹鍛鍊下肢的兩大動作 深蹲以及硬舉 讓你在家裡也能安心自主訓練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開始今天的教學! 大家都常常聽過深蹲這兩個字 但是到底正確的深蹲該怎麼做呢? 其實深蹲有非常多的小細節 首先我們先從預備位置開始 雙腳的站區呢 由於每個人的活動度以及髖關節的角度不同 那我會建議你找到適當的舒適的位置就好 我自己呢會比較偏好比寬 就是我的屁股在稍微再寬一點點的一個距離 那兩腳的腳尖可以幫我微微的外旋 大概10度腳 讓足三腳接觸地面 腳掌保持穩定確保站穩 足三腳微和 腳跟、拇指、根部以及小拇指 深蹲下去的時候 盡可能讓小腿保持垂直越久越好 像是在坐一張椅子 垂直的下蹲 挺胸背部保持平坦 身體的重心在兩腳掌之間 要注意的是 如果讓膝蓋過早向前會增加膝關節壓力 所以盡可能的後座 那上升的時候 腳底站穩 收縮你的臀肌 由臀部帶動向上升 膝蓋保持在穩定的位置 要注意的是 你的胸部和臀部 應該要同時的上升 視線看前方 如果臀比胸先上升 會造成重心不穩 下降時吸氣 讓氣進入腹部 上升的時候吐氣 通過困難點用嘴巴吐出 這樣大家知道 該怎麼做一個正確的深蹲了嗎 趕快筆記下來吧 接下來呢 May列舉幾個深蹲的常見錯誤 趕快來檢視你有沒有犯下這些錯誤呢 第一個 膝關節不穩定 向內旋 這時候給大家的建議是 收縮臀肌 膝蓋微微的向外推 第二個常見錯誤是 臀部上升太快 這時候會導致胸部向前傾 重心不穩 第三個 重心前移 會對膝關節造成比較大的壓迫 這是你應該要避免的 要怎麼解決呢 你可以想像一個後蹲後座的感覺 甚至你可以把椅子放在身體的後方 碰到椅子圓處之後就上身 常見錯誤4 這時候核心應該微微的出力 上半身保持穩定 挺胸背部保持平坦的下蹲 初學入門款可以先從以上身蹲開始 在家裡試著蹲個10到15下 接著你也可以套上阻力帶 這不僅可以提高臀肌的感受度 也可以同時練習一個大腿向外張 抵抗阻力帶的感覺 難度會稍高哦 接著你也可以玩一些深蹲的變化型 像是停頓的深蹲 也是我很愛做的動作 穩住重心 在下方蹲個兩下之後起身 臀肌非常的有感 接著你也可以加上一個啞鈴 兩手掌固定一個啞鈴在胸前 下蹲抵抗阻力 接著吐氣起身 接下來要講的是如何正確的硬舉 相信大家已經疑問很久啦 我相信大家都有停過深蹲 但是硬舉是什麼呢 除了深蹲之外 下肢的動作之王就是硬舉 那硬舉我覺得它很棒很神奇的是 它不僅可以鍛鍊到臀腿的肌肉 還有背部以及核心肌群 也就是說整體的全身肌肉 幾乎都可以運用得到 乍看之下會覺得它的軌跡跟深蹲雷同 但是其實感受度跟整個軌跡 是完全不一樣的哦 那硬舉有分很多種 包含直腿硬舉 穿頭硬舉 相互運舉等等等等 但是我認為適合初學者的入門動作 我會比較推薦 雅玲的羅馬尼亞硬舉 所以今天我們會先以這個動作來做示範 但是在負重之前呢 我需要你們先跟我一起來練習硬舉的軌跡 那硬舉的預備位置呢 這個兩腳的距離會稍微比深蹲再窄一點 大概與肩膀同寬 然後腳尖是不用刻意外旋的 就是你的膝蓋跟腳尖 大概成一直線 這樣子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戰具 下降時上身前傾保持腰背挺直 核心穩定慢慢將臀部向後推 感受到大腿後側的伸展 那我個人認為硬舉跟深蹲最大的差別就是 他的膝蓋是沒有刻意彎曲的 所以當我下降的時候 我的屁股往後推 所以往後推的時候 我的大腿後側 就是骨二頭這邊 會被完整的伸展 那這個下降手的高度 大概是到小腿肚的中間 然後你會覺得這邊大腿後側超級緊 那這種緊緊的感覺就對了 你的背部應該要保持平坦 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背部要先有一點收縮的感覺 不是要你刻意的就是去鬆它 但是就是背部要收縮 而不是一個完全放鬆 然後駝背的一個姿勢 然後視線可以微微的有點朝下 比方說過度的一樣 稍微微微的朝下 然後你的背部 有一點點小舒適的狀態 那主要還是用臀腿來去帶動 在底部稍微停頓後 將臀部往前推 記得收縮你的臀肌 回到起始位置 然後下去的時候跟SENDER一樣 用鼻子吸氣 上來的時候嘴巴吐氣 那因為很多健身新手 對於硬舉還是不太熟悉 我這邊列出四個常見的錯誤 檢視一下你有沒有犯下這些錯誤呢 第一個常見錯誤 膝蓋內夾 膝蓋應保持微微的張力 過程中膝蓋可以微微的向外 膝關節要保持穩定 接下來注意注意 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人硬舉的時候 他這個膝蓋會整個直接彎曲 那就會變得就是很像深蹲 但是硬舉的話 你的膝蓋不用刻意的鎖死 微微的可以有一點彎 那重點是 你下去的時候是用屁股後推 所以仔細看 我的膝蓋其實是沒有刻意彎曲 我覺得這個是跟深蹲最大的一個不同 接下來這個錯誤呢 出手硬舉可能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掌握 但是當你加上重量 比如說當你握槓 或者是握啞鈴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就是隨著重量 你的上限就開始拱背 握這個重量的時候 你的背要有點出力 然後還是要保持挺胸 背部有一點平淡 跟收縮之後 然後你再下降 那如果是原背的狀態的話 你可能就是會被你的重量所影響太多 就會變成一個錯誤的姿勢 那最後一個錯誤呢 我覺得是最多人有問題的就是 下背痛 那下背痛呢通常是來自於你的重量 離身體太遠 那離身體太遠的結果就是 你下降的時候你不僅會原背 你還會對你這邊下背 脊椎這邊造成比較大的壓力 然後你會用其他的肌群來代償 正確的話你要一直告訴自己你的壓力 然後你慢慢的沿著大腿下降 屁股往後推 你的重量絕對不要離身體太遠 拉起來 就是如此的簡單 那如果你覺得你的下背還是會疼痛 或者是你還沒有掌握到那個軌跡的話 那你就把重量放下 降低你的重量 我們還是先從 徒手的硬舉的軌跡 你要持續的去鍛鍊 屁股往後推 往後推的感覺 因為有時候是你的大腿後側的柔軟度不好 造成你的屁股也沒有辦法 往後 所以就會有下背疼痛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有太多的人就是想到要練腿練臀肌 就是說好那我就狂做深蹲就好了 但是啊如果你沒有做硬舉的話 你很容易會造成你的前側跟後側的大腿的肌肉失衡 那深蹲的話主要會是練到 大腿前側 骨勢頭 以及部分的臀肌 這個臀肌的啟動主要是來自於 你可以用阻力帶或者是你蹲低一點 就可以提升臀肌的感受度 那做硬舉的話 你會更明顯的感覺到你的大腿後側 它還是會帶有一點前側 可是你會更明顯的感覺到大腿後側的力量 很多人常常說其實練硬舉對於臀肌的提升 是更有效果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大腿後側跟我們臀部肌肉是連在一起的 如果你大腿後側的肌肉強壯起來了 你的臀部的曲線自然會好看 所以大家絕對不要miss掉這個動作 那希望今天的教學對你有所幫助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